他就问啊 说这个邓亚平被抓起来这事 是真是假 问这个老王和这个海东啊 我看咱们这边也没有确切消息 但是我觉得被抓起来也不新鲜 为什么呢 现在党没钱了 所有的各方各面各行各业 都在抓你们曾经啊 你们发过财 你们脸过财的 作为党的这个白手套也好 作为这个奴才也好 现在都叫你们吐出来 所以呢 咱们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个没有咱们为真不破 到今天为止没有听到 确切的消息 说的是刘国梁什么 这个邓亚平被抓 那是没有 至于他们被没被调查 有没有被关注 那个就不得而知了 对吧 我告诉你 比如说就像邓亚平 他肯定不干净 对吧 他在人民搜索这20个亿 怎么花的 你讲不讲得清楚 是吧 刘国梁你这个孙子 我在这儿 再跟中共的这些人讲讲 你们去查一下 这个孙子 是吧 他提起来的一个 河南省的拼协的主席 叫王中奇 应该是 对吧 这个孙子就是澳门包厅 讲白了 你就是一个他妈的 给何鸿孙打工 类似小喽啰 完了去弄叠瓦仔 放树的 不知道这里面 刘国梁孔林 我会这帮孙子 跟你怎么牵扯到 对吧 最后是孔林 我会倒了没了 是吧 涉赌啊 在新加坡 怎么回事 你刘国梁全身而退 你这个孙子 刘国梁 坑了孔林 我会也弄了蔡振华 对吧 你跟秦志俭 霸赛 你跟这个王中奇 到底有没有 对吧 王中奇 是吧 这个到 就河南省 现在河南省 拼协的主席啊 是你刘国梁 一手弄起来 这个孙子 原先就是在澳门包厅的 开赌厅啊 这个孙子 我就问问你 中国共产党 你管不管 调不调查 就像这种人 是吧 都能跟刘国梁 沆瀣一气 安排好多比赛 在河南新乡 这个刘国梁 你是新乡人 现在叫新正 你这个孙子 你跟王中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能不能 中国共产党 你能不能让一个 曾经开赌厅的人 他妈的当成了河南省 乒乓球协会的会场 我今天问问你 共产党 能不能让刘国梁 秦志俭这种人 霸赛威胁你共产党 威胁国家的 你们的党国不分的 这种人 还依旧在这个位置上 当着中国拼携的主席 你共产党 你管不管 调不调查 他们有没有问题 你们今天 回答回答我 是吧 这帮孙子 就像这种人 你说他们不被抓 他妈天理不容 你像邓亚平这种 所谓的 你给别人的形象了 所谓的这个这个 狠一点儿啊 所谓的小地炮 小地雷那种啊 其实最后 薛太夫说了 这个女孩子吃上了这些药 对吧 他更加的 发泄需要 你这个孙子最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干的这些 脏事烂事 你共产党管不管 调不调查 所以刚才文耀也说了 让子弹飞一会儿 别着急 你们这些所谓的奥运冠军 不光是夏季项目 冬季项目 多了去了 包括王某 包括你这些 刘爱杰手底下 很多的 我那天说了 这个姓柴的这个人 包括这个 你有没有涉足 跟景阳的一些东西 包括跟刘爱杰 你百分之百 你们这帮说 你都有 是吧 你们怎么来去最后 去不去调查 这里面 多了去了 包括 还有很多 包括足球的 没完啊 文耀 还要告诉你 多了 还早着呢 是吧 你以为抓完李铁 判完李铁就完了 什么陈树渊 游红尘多少 还早着呢 还有的事呢 你贾兄全完了吗 你这个孙子 是吧 刘国梁 你以为你脱了军装 你这个小聪明 你以为你就多挣点钱 参加点综艺 你这个孙子代言 他妈的坑了多少老百姓 没人管你吗 对吗 你怎么脱了 你以为你聪明 你还敢脱了军装 你离死不远了 好的没有 好 谢谢 郝董 讲实话 这个共产党管不管 这共产党绝对是 不会 真的是 也不